中国古人都知道 杜书志在身心 不是在做大官发大财 不是啊 与那个不相干 做官发财 是与修善极德 有关系 过去僧众 急得有大德了 修得有大善了 这一生感到的果报 是这么来的 读书不是这个意思 读书提升你 做圣人做贤人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否则你书读到哪里去了 他不晓得了 你的方向目标全迷失了 所以今天教育是大有问题 这方向目标全处料 波斯修为拿到了 不会做人 不知道校养父母 甚至于真的不是假的 是中间李老师告诉我们 讲经的时候讲科我听 父母 农村 农家人 神施兼用 把小孩子 培养成就了 到国外就留学了 外国拿了波斯 回到 回到这个 中国来了 不好意思见父母 为什么 父母是农民 没有知识 好像很没有面子 你看看 这一念书什么 书念得越好 这个学位越高 眼睛慢慢就长 长到头顶上去了 看不到父母了 父母伤心 后悔 不如不叫他念书 在家里耕田 他还懂得孝顺 完全是事实 不是编的故事 地位越高 全是越大 越瞧不起来 看着父母 看着父母无能 他在冰坑面前 如果父母在的话 叫得父母 起来丢人 要把它赶得远远 这是读书 读得最后的结果 那叫人伤心 这是什么 他所受的教育 不是神仙教育 他所受的是功利教育 完全是 从自私资历 环境里头 培养出来 所以他那个概念 都认为是正确的 外国都是这样的 到外国一流血了 不是中国人 变成外国人了 样子是中国人样子 脑袋 思想是外国人的 被外国童话了 真的不能不知道